好了,同学们,现在能够清晰的听到我声音的同学 能够看到咱们国华学院这四个大字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一,好吗 晚上好,同学们 现在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行,我已经看到大家的回复了 那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已经是咱们这一期课程 山水专项提高课程的第26节课了,对吧 那我是博云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对吧 今天我们要画的还是一张纯水墨的作品 其实在以前的案例当中 我们是25、26 这两节课来画一张案例 但是同学们可能对水墨的把握不是那么的兴手 所以我们通过两张作品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画 这张画如果没画好也没关系 只要你尽量的跟着老师来一起体验一下就可以 但今天的画面相对要大一点 你先准备好自己的绘画工具 和材料,对吧 没有那么大的纸张 可以稍微的小一点或者大一点 相似的一个比例就行 好吧 今天我们画的是一个比较大尺寸的 三尺的这么一个尺寸 来尝试处理一下画面的墨色或者色块的色调的一个分布 对吧 我们说当然画面越大 它丰富的细节相对要多 还是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咱们的作业通道是8月14号关闭 对吧 所以如果想要收到老师点评的同学 你还可以在这个时间内提交一下咱们的作业 好吧 来过一下咱们的课程导学和课程流程 对吧 做到整体和谐和局部精彩感受水墨山水的表现技法和形式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欣赏的这部作品 这两幅作品呢是这是两幅哈 我给大家圈出来 你们看一下啊 右侧这一张啊 右侧这一张是咱们这个岭南画派的一位大画家叫观山岳 他的叫碧浪涌这个碧浪涌蓝山图哈 他画面呢被结成了两幅的形式来展现的啊 其实肯定是在同一张纸上画的 为了装表的一种形式感啊 他整体的墨色韵味和层次感呢是值得我们来欣赏的一个重点 你们可以看到我框出来了对不对 尤其是这一块 是吧啊 远近虚实主次这种详略的刻画呢 以后我们自己在创作呃 不是在在处理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呢 可以相互的借鉴一下 以及咱们画面整体的这种利益和布局呢 还有这种翁郁的这种末块 是不是啊 那这种刻画呀啊 都是非常棒的 这种酣畅有非常老拙的笔用笔对吧 值得我们的反复观摩和去揣摩 同时呢 他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他这个领栏画拍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哈 我们说在深圳呢 还有他的关山院美术馆嘛 我们现在已经接触了这么久了 很多时候不存在 不一定说是在技法上的反复的练习 还要强调自己的一个审美的提高啊 以后呢 可以多去自己身边的一些美术馆 或者博物馆呢 啊 一些画篮啊 多去看一看 对吧 啊 再就是咱们这左侧这张了 左侧这张呢 就是这个与他亲民的这个黎熊才 对吧 那这张画是他的一个松树哈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他们对墨色的一种处理 对不对 啊 有的朋友说 那这种我也不喜欢 不喜欢我们呢 也要过一下嘛 大体了解一下 我们的水墨已经是 已经成为了一种 我们说啊 中国文化一种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了 对不对 那种水墨韵染的一种感觉啊 你们可以大体的看 感受一下 他的笔墨的味道 课后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临摹一下啊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右侧后面一张 这张也是李宗才的啊 他是一张长卷的画的一幅像白树啊 啊 这种树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种老辣的笔法 对不对啊 这种苍劲着实的那种味道啊 非常的非常的 这厚重啊 让人感觉就是 这真的是一个 啊 用用实力征服你的这么一个人哈 对 李宗才啊 好 你们可以自自己课后的多去观摩一下他们的一些作品 好不好 那就说到这里 那这张呢 这另外两张就是咱们张大千先生的他一个破财 以及破墨 对吧 那这两张画呢 就是我们说比较偏 呃 这个什么呢 偏大些意了 就你们说的这个哪 更加大些一些啊 呃 整个作品呢 他都是比较奔放奔放的对不对 豪迈 不均匀细节 大虚大虚的效果 实用的技法呢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先在泼墨 先把墨泼上去 然后呢 再给他啊 挥洒一些颜色 有的效果呢 可能是在干了的时候 没干的时候啊 加颜色 那还可以在干了的干了的时候呢 进行一些调整 对不对 那让他相互孕染开来啊 有的是半干未干啊 让整个颜色看起来更加厚重了 这个你们之前在那个大潘老师课 是不是体验过了啊 哈哈 有些同学体验的那家伙啊 哎呀疯了 那这个呢 你们自己课后可以进行一点的尝试啊 那就说到这里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呢 这个三学化大体的体貌 以及基本的一个萌芽到发展呢 流变等等 我们都给同学们介绍完了 我们对整体的一个思路呢 给大家捋聊一下哈 希望那这些我们说一些课上提到一些名家经典 你们课后啊 多去了解一些啊 我们在这个大家学习的一些途径 比如说搜索这些检索这些资料 对不对啊 我们不说论文了 论文那个都说起来太累什么了啊 你们就多看一些图 对吧 之前说过中华镇宝馆 希望大家可以多去逛一逛 对不对 好 我们说一个画家呢 他往往都要经历过这个临摹 写生创作三个阶段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啊 从这个技法的一个临摹啊 技法到了临摹这么一个阶段了 对不对 需要更多的去感受这个优秀啊 这个历代优秀的画家 他们在绘画上取得了一些建树啊 这个不局限于 大家不要局限于这个技法啊 很多时候可能画不出完整的一张画面 但你要去感受我们说啊 多去接地接受一些经典的东西 你我们说是相互出镜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相互出镜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相关的写生和创作 那写生和创作呢 他的界限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啊 等你们开始接触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啊 现在我们也要透过临摹呢 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创作思路 对不对啊 那就比如说这两家 我们大理科同学们看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家哈 不知道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看能不能接受啊 之前我们说过李克兰先生对吧 他手他最先主张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画的啊 学生修画的必定要吃进吃透这个传统 对不对 你现在听说过的这些大家除了这个吴冠军以外啊 那那李克兰啊张大千啊是吧 啊这个是黄斌红啊七百十等等这些 你说哪一个他不是啊 学定了学好了这些传统之后啊 啊才这个进行了一些变革的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我到底是现代还是要靠近古代一点啊 这个毋庸置疑啊 你要学中国画那肯定是要以传统为基础的啊 以传统为基础啊 我说的是这个啊 好 那我们说到这儿啊 呃我们说这个我们比如说他这张画呢 就是这种特别当代我们说黑白灰点线面的这种画面的布局 对吧 那如线条的表达力啊 笔墨的功夫啊 可能没有其他的那些画面那么的强烈 对不对 呃但是呢 这个呢 画面那种形式感呢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左侧这两张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两张啊 他左侧这张啊 他这个线条的表达力啊 笔墨上的功夫呢 就是特别的强啊 在这个我们说构图的气韵和气魄上的好 而且表现这种万言千千言万贺呀 从暖叠仗啊千里江山啊 怎么办啊 都可以进入到这非常倡议的这么一种表达哈 非常倡议你们可以非常的舒心不均匀于细节 有的时候我担心这没画好那没画好 他直接给你坡出来啊 你自己去里面里面找吧 对不对啊 那画画其实就跟你们写文章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 文章呢通过文字的这个组合去描述哈 他当中肯定有一定的语法是吧 你怎么去组合这句话更美对不对 怎么去表达这句话更加的让人觉得有味道有诗意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给人的感受一个是视觉 一个是给你的一种呃 我们说可能心里的一个感受吧 哈那三续话就通过笔墨的这种技法来表达了 那三续话呀 他就是要言语意的统一就是语言和意思要相统一 比如我们说啊你表达比如说你画画山对吧 那画山的笔墨语言呢 我们说呃要跟他的这个内容啊相融合对不对 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 那比如说你画很呃 画其他比如说画傅春山啊 那比较圆魂的这种特征 是吧你就用匹马 那这种特征 我们说笔墨语言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春法吧 那这种山式你你怎么怎么画出他的气质啊 这种特征来那就用不同的一个技法 是不是 那当代的这种画面 其实不能注重这个技法的表达哈 技法是你们的一个入入门那个基础啊 基础而已 我们之前给大家强调过 就技法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要基础肯定是要掌握的 但是呢你不要局限于这个技法上面哈 技法上面啊 你仅仅是跟会个技法不懂得画面的一种经营 你越画你就越降起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还是说这张画啊 当然这对于张大千这个呃 这个这个他的这个我们说之前的一个介绍 我们就说到这里哈 最具体这个代表性的一个呃 我们说当代的表达更加重视这种画面的形式的表达 内容和技法啊 更多的是强调画面的这种形式美 对不对 以前我们说强调画面和内那个技法和内容的一个统一对不对 更加强调内容 形式上呢往往不那么提 我们很多时候说内容决定形式对吧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反过来的哈 啊我们说吴冠宗先生呢 他是提出的他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提出了形式打于内容的一个观点 打破了数十年来美术界呢 我们说内容决定形式的这种论调 提出了形式的唯美主义 当然他还有一个论断就是笔墨等于零 对不对 把我们之前传统的东西呢给他否定的一点没一点都没了 对吧 在所以呢 他引起了学术界的比较大的一些争论 对不对 当然他也是他之前就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哈 呃 但是他的比我们说当这个笔墨和画面的形式美感呢 其实他其实也是不矛盾的哈 呃形式感 我们说是物体的外在的一种形式 对人的视觉心理和审美啊 他产生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感染力 所以我们说绘画的一种形式感呢 先从构图可以去这样去理解他就行 那在我们再说一下啊 其实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呢 不在于说他立刻能够把它落实下来啊 谁就是正确的谁就是错的 他更加注重的是我们说啊 需要不同的是需要不一样的声音呢 从不同的角度去促进我们对艺术创作的一些思考 对吧 或许某一天你们对于画作 你们也会发出不一样的一个声音对不对啊 你们要逐渐去提高自己的审美啊审美啊 我们说有时候眼睛呢 要很重要 尤其学习的时候 好了 这张呢就是呃 吴冠中先生的他的八三春学 整张画面 我们说黑白灰你看你看白的这些地方就直接是留白的 而且灰的地方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些末块上面点缀的一些这末点 他意向的概括了尤其下方啊 概括了像这种房屋啊 这种还不算抽象啊 还是比较具象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过抽象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物体像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你顶多看出一些三角方块啊啊圆啊等等就是这些啊 那这是他的一种形式美感 你们多看一看 我当时呢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也看不懂他这些画啊 那等我慢慢的这个接触之后 其实呢人家早就在那等你了 好吧 那这点我们就说到这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集课 我们要画这个案例啊 这案例呢 可能很多同学不但欣赏啊 这也没关系啊 但是我们说笔墨的这种技法的表达 还是希望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感受感受 好吧 那这张画呢 就是我们说啊预计才坚坚持数啊 坚持数55乘以100 没有没有这个染色啊 你要染色自己染一下就行啊 具体的方法呢 我想之前我们已经染到那么多次 很多同学可能都腻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今天这个课程了啊 我来调换一下镜头 好同学们 现在能够清晰看到双手的同学来敲两个数字5 一个5 两个5 咋不动了呢 画面本来就没动 好 我已经看到同学们在回复了 这张纸呢 是我们说的55乘100的对吧 那我们这个桌子呢 它就这么大 所以呢 我们在边画边挪啊 边画边挪 那今天这张画呢 我们说这构图 你们只要打了这个线 我想我就不跟你们做构图小稿了啊 我们更多的时间留在画面当中来 好不好 那这张画我打了一个十字线啊 就打了一个一个十字线 打了一个十字线 然后呢 你们在画的时候啊 就我们以这个线条来参考 这样去推着画 我们由左向右 由前啊 向远啊 这样去推着来 这一点应该是理解了 对吧 同比例的纸张也可以啊 自己的主观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了 该准备的工具 也就是这些毛笔墨汁 对吧 把咱们的笔呢 稍微的暂湿一下 笔尖啊 咱们的笔尖去占墨 呃 占墨 这个时候调和什么样的一个墨色呢 我们在画这个轮廓的时候呢啊 重墨啊 重墨稍微的偏淡一点点 多拿一个碟子 我们多多调和一下啊 多调和一下 我们在这个表达这个墨色层次的时候呢 你多去尝试的去调和 有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画哪个墨色层次 你现在就调和的墨色比较薄满一点 然后比如说你没空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就在纸上 从上面从左向右 这样去画这种线条 一条一条的这样去画 逐渐形成这种墨色的变化 同时呢也让你手更加稳 这也是练书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好就说到这儿 现在我调和这个墨色 你看一下我在这个盘叠边缘 这样画一笔 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对吧 那我先来控制一下别类的水分 我们就开始来画 从左边开始画了啊 还有一点点重啊 稍微的加一点点水 跟之前画画的步骤其实是一样的啊 定出位置啊 定出位置之后勾存插点燃 在横着的中心线 咱们这个是55乘100 你大小的比例相似就可以了啊 从咱们的中心线靠下 左侧往里边数 大约四个手指左右 大约嘛啊 你少一点少多一点没关系啊 那我们来画前面颜色的一个轮廓 我们再画这个画面呢 它相对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你画的线条啊 相对粗重一点点啊 不要太 也就太细了 看起来就整个画面就软了啊 就碎了 好 左细啊 右上啊 你看我们画的这个线条 对不对 转这地方别让它那么软 嗯 这个30呢 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画左侧 最左 最左侧 就是一棵松树这个位置啊 给大家标注出来 就这儿啊 就这个 哎 就这儿啊 就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 你们这画的时候 注意整体左上右下的这个倾斜 倾斜的角度在哪呢 我们先从上方往下面画 我先把右左下画面下半部分啊 给大家定出来啊 给他定出来 定在哪儿 大约位于咱们的数字的中心线 嗯 整个左侧嘛 左侧大概一半的位置 大概一半 你稍微靠右一点也没关系啊 底部呢 还要流出大约多少 一掌啊 一掌左右 你拿个颜料管给他比一下啊 先把位置定好 底部往上面数 大约一个颜料管 一个高度哈 然后呢 位于整个宽度 大约 那左侧的宽度啊 一半靠右一点点嘛 就行了啊 就行了啊 这是最下方的啊 左侧边角还是要流出一点间距来啊 好 我稍微水分的饱满一点点 我们要开始动手了哈 这个时候我们勾勒颜色的一个轮廓 对不对 我现在大概勾了三到四个手指头 现在你就放开一点点啊 不用均匀于某个造型啊 那勾勒的线条 我们哪要有干湿浓荡的变化啊 现在画的线条 我还是画的没有特别的这个硬啊 然后我现在稍微从后方给它加一笔下来 右上桌下你看线条相对的流畅 它就会显得硬朗一些 对不对 然后直接往这下面画 现在画了大概一掌啊 数色的一掌这么一个高度啊 画出来 从它的后方啊 从它的后方 我们再来一层 从上往下的比呢 要有干湿浓荡的这种变化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画面呢 显得更有比莫这种韵味啊 但是这种层次呢 要相对统一啊 好 上面前方我们呢 再跟它加一层这个细小的一个结构 对吧 再加前面这层的时候 你可以陌生的相对给它重一点点也行啊 要么你就会比它淡一点 但是呢 尽量保持住一定的区分嘛 包括一会儿我们在塑造的时候 都可以再跟它进行一定的调整啊 好 位于前方 我们来跟它再加一个结构线啊 这这么大一层一山的岩石 如果没有几根这个结构线的话 它看起来啊 就显得平整了 太单吧 单薄了一点点啊 高低的一个错落啊 你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就是这块你看留白比较多 左右你看左上角和右下角 现在画的这个面积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反减的这种层次的一个区分 对不对 我们在勾勒线条的时候 始终是在经营这些嘛 一个是造型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注意线条的一个 线条的一个力度和墨色的层次 同样要注意它的反减的一个结合 是不是 好 再从后方啊 后方再 这一根线下来啊 那这块呢 我们就不要跟它画的太太远了 中间你看整个我们定的一个高度和最底 最底下中间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流出一定的白来啊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它为什么呢 呃 就是我们说有个云雾的遮罩的感觉 对吧 这张画呢 它的这个云的感觉呢 它比较强烈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同学们 那我们呢 就要给它流出来 先流出来这一首 这块应该跟着画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块我们画到这里啊 稍微的我再调和一点墨色 这个这个屋干的很快啊 再多调和它饱满一点点 好 调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这块呢 跟它右侧边缘呢 不要完全跟它断开了啊 右侧的边缘 就我们画这块岩石的右侧嘛 在后方啊 跟它这一根这一根线下来 为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松树 是不是 有一棵树 还是长在这块岩石上方啊 在这个结构你就真的是 真的是不用特别的跟着我这个一样啊 你看我现在在画这笔触呢 它这种枯浊的感觉就开始慢慢的带出来了 啊 层层交叠的这种结构 我们要注意跟它分布一下 你看我们定的最右侧的这个点 感觉呢 要给它超过去一点了 对吧 这块呢 一会儿接这个云木 我后面后面跟它接下来 超一点也不影响啊 好 从上往从上往下啊 好 再往下面一层层的再去焦点 这些我在画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可能没跟你说哪转哪哪哪折 你其实通过你自己的视觉的观察你是不是也能把它做到对吧 尤其我们说是已经学了这么久了 我们呢 对这个画面就是模仿嘛 至少模仿这方面 你还是多少一定的这个能力的 对不对 就像你们骑自行车 以前骑那个小的时候骑的自行车 因为旁边的后轮的他还可以跟你俩这个辅助的 对不对 你慢慢的自己啊 熟练了之后 那个东西呢就给它去掉啊 就给它去掉了 好 你看中间 你看稍微的有些地方 我们给它重一点点就行了 其他地方都是一些枯竹的墨色啊 好 右侧我们呢 断断续续的跟它加一些细小的结构啊 细小的结构 高高低低啊 这种错落的关系给它画出来 有宽一点 窄一点 这块留白多 你看右侧呢 它就这个 竖浪的那种结构啊 就更加的明确 好 这种大的转折的地方 你可以把结构呢 都跟它画的丰富一点点啊 稍微的丰富一点 这块大的岩石 你们的造型勾勒出来的同学可以敲个数字哈 我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个进度 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块画出来之后啊 我们呢逐渐就要开始跟它塑造啊 其实你看这个纯水膜画起来它是比较快的啊 比较快的 对 现在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结构或者现在线条呢 做一定的调整 对不对 里边你比如说有些结构感觉呢 我们啊 呃 它的这个书面的这种层次呢 感觉还不太 还不太合适 啊 还不太 嗯 就是我们看着还缺了点 对不对 像这些地方 我们都还可以再跟它加强 是不是啊 再跟它加强一些这个笔墨的一些小 一些小结构的一些穿插在里面啊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会带上自己的塑造了啊 就可以 这些线条通过相互的交叠是不是区分出了一个前后了哈 我通过同学们的画面也能看到同学们是对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通过线条交叠底线出一点的空间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给它慢慢的塑造啊 右侧这块呢 你可以适当的一会带上一点啊 带上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这棵树这棵树呢 它墨色比较重 它能压得住这些线条啊 都能压得住了 先回复的问回复的呢 相对还是比较慢啊 那没关系呢 我们呢就是边画边等啊 边画边等 这张画呢 尺幅相对要大一点 可能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画 对吧 那我们呢 我我们这个可以理解的很正常啊 调和一下墨色啊 多调和一点点 当然你调和的时候尽量别弄到纸上了啊 这会儿我们开始春叉的时候啊 这个墨色要苍润一些啊 这个水分呢相对比较饱满 墨色层次 你这是你可以和这个线条有一定的接近 但是但是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过啊 就不能过 还有行笔的速度 不要太滞留太久 现在我要开始来画了啊 比较左侧这块啊 我们来跟他接下来一些小的结构啊 你看中锋带点侧锋啊 你看把笔架本来是这样行笔的话 就是中锋对吧 我稍微测一点点啊 测一点点 然后下来 长长短短的那种节奏啊 给他加一些 加一些笔出啊 在上面丰富一下嘛 边角 然后旁边这边角的小结构 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带上几笔啊 带上几笔 这是边角的一个调整 然后开始塑造了 前后焦点的地方 焦点的地方 这个时候很多同学 可能会问老师这张画 该用腐皮村还是匹马村啊 我给大家说了哈 这会儿你就灵活的运用 你比如说是下面的笔触啊 我们在呃 量部对吧 你可以跟他来上一点点 我们说腐皮的这么这种笔触感啊 这种笔触啊 平头尖尾这样去给他塑造 没问题对吧 那边角侧面 我们在塑造的时候呢 我们在塑造的时候呢 跟着前后延似的一个结构线啊 就一定的区分 就是区分它的一个营养相比 用于我们这种侧风 就是带村 尖村带叉的这么一种笔触啊 至少有一定的墨色区分 形成过度就行了啊 好 冲上往下 然后呢 有些我们说横角的一些笔触 横角的笔触来表现里面呢 细小的一些小的结构啊 细小的结构 你可能现在看啊 比较跳远 画头高 突然来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你说哪儿画头高啊 前后交底的地方 你至少给它去分开 对吧 留白的地方呢 你还是适当的给它留出来 但是别给它水分不要太大 你看我这枯着的墨色 是不是给它画出来了 最上方定在这个中心线的附近 你高一点低一点都行啊 都行啊 这张画面是55乘100的啊 好 这块画出来之后啊 前后交易的地方啊 细微一点点啊 你看墨色淡的地方呢 你你你后面画的墨色 你也不要太跳远啊 就不要太跳远 注意他们的一个融合 我看他现在对比性都能做得很强啊 对比性都能做得很强 个别同学呢 对这个融合性呢 也做得很过啊 好 前后交易这块岩石 比如说这块岩石 对吧 那你想画来两笔 比如说腐皮村 对不对 平头尖尾啊 这样去来几笔啊 没问题啊 来没问题的啊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岩石是不是 更有这种啊 这种这种质感 对吧 现在多高 是位于整个横着中心线的地方啊 横着中心线的地方 你看我画了一个横着树脚的中心线啊 底部呢 要流出大约一涨的这么一个宽度啊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走啊 从上往下 你直接侧风啊 这样去穿这个 你看这种枯着的墨色啊 去区分就行了啊 就区分就行了 你看这根线 它是区分前后的嘛 所以我们就跟着它前后这样去 有时候带一点颤抖的笔触啊 颤抖一点的笔触啊 去春差它 春的时候你要画的太平整 你这个墨色太平整的话 里面没有这些点的这种颤抖的笔触的话 它就显得太板了 太光滑了啊 水分同样也要控制好 然后这个说起来 同学们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再继续啊 层层交易的地方 你先给它区分开啊 先给它区分开 不用想太多啊 就先给他用这种枯着的墨色 给它画出来 另一样的地方你要注意衔接啊 注意他们的一个衔接 你看现在用的笔触呢都比较阔 那我们适当的不能诠释这种大的笔触 在精细转接的小结构的时候 一会我们要比较精细的笔触去刻画它啊 给它看起来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给你猜猜什么 细节 好再往下面来 再往下面来 好底部再画的时候呢 你不能让上下这个层次呢都一样啊 这块墨色其实整体的是右上角这块它要重一些 我们再往下面画的时候 现在你不用给它区分的特别大 后面还可以再给它调整丰富啊 现在这个画面你画面最前方 它是需要一定的重模的啊 延时交叠层次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注意了 不要完全给它覆盖掉了 要注意它的一个流出一定的白来啊 留的多余少是根据你自己画面调整 但是你不能完全给它画没了 好侧面这一块啊 给它再颤抖的一些笔触出来 还是哭吗 现在我们呢 现在稍微的来一些润一点的笔触啊 来一点点水啊 在里面 好 给它颤抖的来 前后延时的结构焦点要一定要保持住啊 保持住 边角有些形态的可能不会特别的明显啊 留白也没那么的多啊 注意好整体画面的一个啊 黑白灰的一种我们说不黑留白这么一个节奏啊 哪儿黑哪儿重哪儿浅 好侧面我们的食入虚出啊 来上一点点 我们呢有些笔触呢 可以压的跟它深一些啊 压的深一些 可甚至于还可以往上面跟它自拉的来一些笔触啊 相对的厚重 把这个轮廓呢 它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啊 就没那么明显了 都如果产全是一种这种这种笔触呢 而且都是一种自拉的这种笔触 没有一些润的墨色呢 它这个画面也容易看起来啊 不太舒服啊 好边角这些地方啊 我们稍微的跟它润一些啊 往上面提一提 好这块画到这里之后 你看边角有些地方我们略做一点的强调啊 略做一点的强调 强调的话 你就是我们说要跟它做一点的区分了 或者把墨色的对比呢拉大 对吧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 好我们再往上面去做一点的调整 那些转角的地方 对不对 有些地方我们给它弄的深一点点 就是这个中间这块啊 就这块我们加的墨色就是层次跟它接近 但是呢水分呢要润一些啊 水分要润一些 好侧面前后焦点延时结构 你看层层有的地方把结构先给它区分出来 当然有些结构 我们不让它的这个留白不用那么的明 全都那么的明显对吧 你看我们呢把一个笔啊跟它盖下去啊 盖下去 这会你看我用的笔还是相对来说啊变化不多的啊 我可能这样揉来揉去在上面 有些画家的都在这个他他都来对吧 那我们用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的啊 揉啊搓啊在上面啊 当然那个是你自己的一个经验性的一个拿捏 那个不是别人交给你的啊 不是交给你的 但你可以受那样的一个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启蒙对不对 那边一个知道那边有个面在那儿 好我们上方呢 我们再往把前面这块呢给它稍微的重一点点啊重一点点 刻画一点小的细节嘛 这个时候就是墨色的层次可以给再给它加强 再一个呢多一些啊角度有一定变化的这个笔出 这块有没有跟着画呢 别不画啊 别不画的话这一节课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了啊 前后焦点这块我们呢适当的给它塑造塑造塑造 你拿两个叠子哈 这张画比较大 就单一个叠子调的话不大方便 好这块呢我们先画到这哈 先画到这一会可以根据整体我们再来给它做一点的调整啊 边角这块你别让它那么明显也可以啊 里边你可以跟它横向来上一些像迷点的这种笔出啊 来上一点笔出 但要注意跟它这个墨色的一个衔接哈 一定要给它一个衔接 让它看起来太突兀的话不太合适啊 不太合适 现在可能没干啊 看起来比较跳远 底部啊我们也跟它适当的这样去点上一些笔出 这块你们都画出来了没有啊 啊画出来的同学可以来敲一个数字一啊 敲一个数字一 侧面我们再跟它压上一笔啊压上一笔 好了看看同学们跟上了对吧 跟上了就好啊跟上了就好 行这块岩石先画到这啊还没画完呢哈没有画完呢 就这里边呢 他还有一些我们说一些加一些细节呀 以及墨色的擦染呢 我们还没有开始弄啊 一会儿我们把这些整体的跟它加完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加旁边包括云雾这些处理呢 我们都没有给他都没有给他添加了啊 都没有给他添加了 好先说到这儿 然后呢我们呢再来把它的右侧这块啊 画完了我们再统一的给他处理处理 左右两侧你可以啊 相对让他们有一个就是 墨色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侧可以相对的淡一点 这次呢让他的呃层次呢相对的强烈一些啊 强烈一些 首先我们呢画这个偏角啊 这个偏着的地方我把这块给你们勾出来啊 就这个东东啊就这个 偏着这块啊 他这个造型我们给他勾了出来 给你框大一点你们看到应该更清楚一些对不对 把这一块先给他画出来啊 好了我们先来说他的一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 他肯定也是位于这个横着的中心线附近啊 我们稍微给他高一点点吧啊 高一点点啊这个也行 把这块那拉过来 好中间呢要保持住一定的间距这个间距最窄的地方你也保持个两到三个手指嘛啊 那的话它是有一种像峡谷一样的这个形态啊 好左侧右侧 我一个笔呢 你看压的比较下去啊 好这块你看要画的更加的重视一些 这个形态下你也可以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感觉啊 压一下 形态上你可以有一定的改动但是大体的一个三式的走向你不能给他改变的太多啊 好这样转过来啊 这样接过来大概到哪呢 位于咱们的横着的这个 数字的中心线的大概中心线左右吗 左右啊你可以挨着一点超出一点都没不影响啊 不影响的 好再跟他接一层 这层薄一点 比例仓着一些啊 行比的慢一点 那一点 好给他接过来啊 我们说这个接下来大概位于数字的中心线附近左右 比你看压下去一些哈 最低的地方大约和我们左左侧呢 比左侧稍微的高一点就行了 好不好 那我们就画到这 他大体的一个造型中间可以交接一点小的结构 交接一点小结构 底部啊我们来跟他 来 再来接上几层 把中间这个三十啊最主要的这块大的转折这个结构线给他勾勒出来 我们始终保持住他的一定的宽度的哈 好画到这儿然后旁边 接一些啊 音乐的结构啊 下面这个地方你要是让他可以不让他特别的明显哈 可以给他处理的隐约下去一点 慢一点不用着急啊 不用着急 当然你这个笔在纸上的你别滞留的太久啊 否则的话你这个画面一会儿容易出问题 然后下方 那我们要跟他先搭带来一些细小的结构了 顺着他这个式啊 就像我们画白树那个缠绕的纹身一样对不对 这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吗 这算是他中间我们说交的一些 长长短短的焦点 这块可能有些同学看起来好像比较平均 对不对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一会儿啊 可以通过那个我们说的塑造啊 给他隐约下去啊 隐约下去就行了啊 勾勒这块的这个造型应该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啊 没有什么难度 好下面虚接就行了 因为这块被松树一会儿啊 跟他要遮挡住比较多啊 来晚了赶紧跟着画啊 跟着画 不用发展了啊 好下面就是跟着他一个前后 好你先把这个墨色的层次 给他区分出来 区分出来 侧面 前后交叠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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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下走 去分开啊 墨色的都会是比较淡的哈 比较淡的 整个底部主要是塑造整个底部哈 上面还是要注意他的留白 上半部分呢我们要跟他做一点的衔接嘛 有些地方 亮部的地方墨色过度要衔接 要自然 那底部的也是一样 底部呢他相对比较厚重 嗯 好这块大的结构这块啊他这个 亮暗区分呢我们还可以再跟他明确一些 现在法 这个惩罚呢不重要啊先把画给跟上 把画跟上 好了 我们把这块延似大体的一个 就是形态和细节塑造嘛 跟他画出来了 酷酷的 着着的 用饼别太流畅啊 他还是要带一点的这个着的味道 着的味道 你看下面的这个留白呢 他不会这么的明显 我们还要给他再隐约处理 来等他高一点 干一点点 干一点点 好这一次隐约下去 给他隐约下去 右侧的这块 好这些交叠的小结构啊 下面一会我们都会整体跟他隐约下去的啊都会跟他隐约下去 但有些主要的结构啊还要可以再跟他明确一些啊明确一点 这个结构跟他转变一下啊变一下 好侧面就跟着我们整个结构啊 也是跟着结构线 春叉 颤抖几笔 带上一点 整个酷酷啄啄的你看最重的地方还是在这个上方对吧 那右侧我们还会跟他在隐约啊隐约的来上一些重模 为什么呢 是映成他啊映成他 好横下的笔触也可以跟他来上一些啊 横着点嘛 这个呢既是当村也是当点的啊 给他把这个 画面看起来相对的丰富一些就行 啊 这块啊就输掉到这里啊 不要点太过了哈你看我们现在点的这些都跟他融合性很高啊差别性不大啊 而且呢起到了丰富画面 的这样作用 你如果起了这个作用呢不对啊那就有点点问题 画面的底部我们呢要给他统筹起来哈 不能让他看起来都这么碎碎的就不太好了 我们总是在我看干预诗里边呢 去追寻他的一些小的变化当然也要追寻他们的一个统一是吧 好底部我们不会让他这么的亮堂 加水调和 好下面接回来啊接回来 把底部跟他全部用这种相对之前春差的墨子要带一点水分呢再大一些啊 给他是融的一块去 上面一些是刻画的细小的结构啊 一会我们同样再可以给他添加啊 添加 这是右侧这一块哈 底部这一梨也是一样啊 这整块岩石的底部啊 就是底下这一侧啊 我们呢都要跟他用一些润一点的墨色啊 用一些润一点的墨色 全是啄啄的这种笔触 他画面就容易显得碎啊 得我们说得得监取他的视觉的平衡 哦呃好 这块我们就画了这 亮部同样你可以跟他点一些笔触 你看我这个点点的墨色层次是不是 淡了很多啊 淡非常非常的淡 干一点之后那显得更加融合一点啊 好侧面我们呢要把下面这个云屋的一个形态要给他画出来哦 这块里面画完没有啊 好把底部呢 我们跟他擦的平整一些 我们画的虽然是一张大画 但是老师用的这个笔呢还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大画用小笔呢 你可以注重一下细节 如果全用大大笔的话啊 咔咔咔几笔啊 你你就搞完了 那你这个画面是吧 是内容上呢 呃就是细节上面呢是不是就显得少了一点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呢说 画小画呢 要用大笔 其实就是注重 让你注意到啊 大小的尺幅上啊 你对细节和整体的这种节奏的把控 好了同学们 你们现在这块啊 跟着我把这块画完的同学 可以给我敲一个数字好不好 敲一个数字 或者敲个表情 底部啊 呃有些亮的地方我们再跟他 插染下去啊 用弹幕给他插染下去 里边的小白点不能让他跳远啊 侧面 侧面侧面 带上来 带上一些笔触 右侧 用一些酷润的墨色啊 给他画面厚重起来 也统一起来啊 不会让之前看起来那么躁躁的 对吧 啊 要酷润相间吗 对吧 像你们的微化饼干 虽然没有那么的白 黑黑的 这块啊 把它画出来之后 我们呢再画原先上的延时的造型 画完了之后等它干了 我们再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对不对啊 再往下拉一拉拉哈 拉一拉拉 上面它是还有很多的一个一层一层的延时 对吧 啊这个延时呢 其实呃 我们可以把它画的一个造型的你可以相对隐约一点 突出一点都没问题 这一处淡一点这一处的墨色的相对给它跳跃一些对不对 呃用一个比较重或者甚至比较浓一点的墨色 啊 去跟它勾勒它的延时的造型 它是一层一排排的啊 像一个小排骨一样啊 一层一层的 线条你看都很拙啊 很粗重啊 然后再往上面来一层 你看这种方折的线条那边还是要带出这种枯着苍净的这种笔墨啊的感受 一层一层的有高有低对不对啊有高有低的错了 宽窄结合一下 大概画多宽呢 有点学可能会问了是吧 你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案例上啊 大概画的咱们的中心线靠这个中心线稍微的这个靠左边 两只左右啊 我们就可以了啊 这个具体画多少层呢 根据自己的画面做一点的调整 好不好 灵活的处理一下 好这是我们前面这一块哈 这一块我再给它加一层 沉着一点点 好画了这其实下面呢 还有啊还有一层层的 但是整个山顶的山头上还有 来了 从下向上啊 然后这一侧就是这一侧稍微的让它高一些啊 看起来高一点点 这个墨色再仓静一点点吧 饱满一些浑沉一点点 现在我们画的都是一个造型好我想你应该是能把它 表现出来 然后再来一层 这些呢你可能宽一点 转一点有的明显隐约一点有的那稍微的这个突出一点 都可以但是墨色整体的层次呢 要向融合 要向融合 看一下整体是吧 这个可能不太好看整体 这个桌子得一点小 推远一点点啊稍微推远一点 跟不让就先看 跟不让就先看 我已经放到最大了 最大了 不好意思 真真最大了 看大概只能就这样看一下吧 基本上就超过了咱们中心线附近 还有一个高低的层次的一个错落 就行 好这层画完 我们还没有跟他刻画里面的细节 没刻画了 好下面在这个位于中心线往下 大约一个颜料馆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跟他再加几层 再加几层 有同学预习过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看同学画了 右侧 下来 有宽窄 还是要有宽窄的 小的结构 现在可能很难见到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吧 是比较显均的这种取势 前后焦点这块 侧风 墨色相对较重 前后焦点这块 你至少要跟他区分开 好弹幕 跟他尖搭的来上一点 你还可以等他再干一些 再来加 你这种画 真的是你要放开一点 可能你画出来效果会好一些 他没有刻画真的没有刻画特别多的细节 放开就是你不要拘谨 敢于去落笔 大概按照你大概看到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去画 岩石底部 给他尖插出来 然后这一块 旁边这些小的卵石 留的这个 我们留的把印很少 适当的跟他留出一点就行 大家不要每一块都留的特别的平均 OK 上面这一块 适当的存擦调整 你看这 这几块墨色 你看顶部你不可能都留一样的白 对吧 那我们适当的有一些要隐约下去 给他扫上一些墨色 打干一点 这块底部呢 再跟他捅稍微的捅一下 这是我们最前方这个岩石的一个塑造 我们之前呢比如说有些画家他在说形容这些画的三十的时候呢 他经常说我们说十幅如一幅 什么意思 就是你画了十张画 其实就跟画的是一张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对三十这些造型呢 可能画的特别的熟练了 每次画的时候呢 造型什么基本上都一样 不对 或者说你画的这个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些改变 没什么新意 所以呢我们说画十幅啊 如一幅 那就是胸中秋恶呢 一穷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呢都容易 用完 就是你这你 你心里边存在的这些图像啊什么的都太少了 那一图呢 圣意图 就是说一张画比一张画好 那就说我们说 顽底烟霞呀 无尽 也就是说你的笔弯下面呢 可以画出来的画面呢 都是无尽的 而且全局啊 不于胸中啊 一胎呢 生于止下啊 全局就是 在你自己的心心里边都已经有了哈 了然于胸了之后 然后呢我们说 不同不同不同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一种画面 不同的我们都可以给他 都给他可以给他就是在我们手指下面给他画出来 就这么个意思 我现在已经放到最大了 小朋友 好 好我们先画到这哈 就画到这里 这块你们画完了没有啊 暗力放大一些 暗力再给你放大一点吧 放大的这个图像你都看不到太多了啊 好再往右侧 好这块画完 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春擦啊 就像我们之前画这个村笔的 塑造石头是一样的 就是先给他春了一遍 一会儿呢 我们还可以再给他调整啊 再调整一下 弹幕 现在我们要开始表达上面的云雾了哈 先表达云雾 那干一点再会再来家家里面那些细节啊 刻画一些小的细节 云雾怎么表达的 跟之前是不是一样的哈 呃我们这个云雾应该也是讲了很多遍了 然后用比较淡的墨色啊 淡一些 然后在这个云雾的这个 呃延时的底部这一块 你们注意他的一个形态 你们看这块的一个形态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先把他一个云态给他自拉的擦出来啊 擦出来啊 擦出来 用侧风对不对 现在你看我们从最开始是不是拿笔尖啊 拿笔的这个底部更加的紧一点 然后逐渐往中间拿 你现在可以再往靠上一点点 都行哈 看你自己怎么方便啊 用淡墨把咱们的这个云雾的形态给他擦出来啊 擦出来 擦出来之后啊 边角不要擦得特别的实啊 要跟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岩石呢 都可以融到一块去啊 都给他融到一块去 边角这个岩石呢 不要给他画的特别的齐平啊 要有一定的这个 变化 高低的错落 先用的很淡的墨色 但这个的一会儿都可以都还会给他加重啊 都要给他加重 好 侧面 这个岩石的底部 适当的擦出这个云雾的形态哈 你你要你要多观察一下啊 多观察一下 每次其实我们的学光老师把这个案例呢 发给大家的时候啊 你们呢可以稍微的观察一下啊 基本的这些物体的一个形态和大体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 还有我们说细节刻画 你不画吗 多少看一眼吗 对不对 枯墨啊 这次呢 就接到质量的边缘的样子啊 那就是蛋特别特别淡的模式 你看这个衔接的这个淡膜他要跟我们旁边 这个岩石呢他要能融合到一点 融合到一起 你不能让差别太大 好这是底部 我们先给他春擦了一遍哈 春擦了一遍 然后再往上面来啊 边角 跟着这个我们之前岩石中间留的这块白啊 适当的来擦擦 包括里边啊 包括这个岩石里边 亮一点的地方啊 也要用这个润的墨色给他衔接好 当然这个边角还是啊 不要给他画太平齐了 是吧 像云的这种姿态啊 才能质感 视觉的感受是比较轻柔的啊 边缘但是没有那么的规则 所以你画的笔呢 不能太不能太实 我们说大体把这个云屋的一个姿态给他就画出来了 好远山的侧面 这个就旁边这侧小的山石嘛 我们呢都还可以再给他撑 染一下云啊 染一下云 好 这一侧 现在你看水呢可以开始慢慢的变大了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云的一个感觉大体可以 把侧面给他画出来啊 侧面大体在跟他隐约表现一下啊 这张画他也是通过这个云屋的感觉啊 让整个画面来看起来更加的厚重啊 好这一侧的边角啊 我把底部给他撑上去 撑上起来 是染出来的 现在两山之间的这个间隔 幽幽幽幽的这种感觉 给他撑插出来 好远山底部 你们看到哈之前我们之前插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先用一个比较统一 就是统一的陌生的 给他染出来 对不对 大概得跟他染一染 边缘的不要给他染过了 只在里边边角的这种自拉的 笔触呢还是要给他保留 松树画呀 我现在向你把下面这块 先处理了之后再往上面去加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 画的云比较多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画 不然一会整体去画的话 画面容易 他容易褶巴的厉害 而且你都画湿的时候 一会干不了 干不了 先画一点 让他干着 然后我们再画其他地方 把下面的云 右下角 往纸张的边角 去接 画面的边角接一下 边角这块也是适当的给他擦一下 这一侧的颜色的造型都还没画呢 你别着急嘛 好这块你看我们大体展了一下对吧 现在再用一个比较重一点的墨色 要多糖吗 好边角 底部像上一节我们说的对吧 用一点重一点的墨色来跟他把这个云雾的层次来跟他染的再重一些 再丰富一点点 好右侧 相对的给他把底部 底部跟他染的这个云雾的层次相对的丰富一些 这块长的比之前那个层次要要重一点 干了之后效果要融合了 他就明确了 好底部这块也是一样 好侧面 也是也这个染的云雾的底部 干一干啊这块呢跟我们旁边的岩石衔接上 衔接一下 融雾我们先把底边 底处画了 底部画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来画上面的一些细节 下面是通过点 我们说以及其他的一些比处呢 来来调整就可以了 这是最主要这块这块画完了 画起来都很快 不脱糖 好现在我们可以用点重模 用点重模我们开始在边角上去加这个 岩石上面的树木 岩石上 岩石上的这个 树了 或者砸树 先把最大这棵松树给它画出来 这个松树的一个姿态大概就位于我们的 整个岩石 整个岩石的高度中间的偏下一点点 它墨色整体就画得比较浓重 先把干给它画出来 它大概是位于我们的整个树的 整个间隔 它两身之间间隔这 画多高 一个颜料管多一点 高度都行 好给它折回来 折回来 注意一个粗细的变化 好从右侧我们再给它出一个枝 左侧呢 在这大的转折的位置呢 我们也给它来一个 也给它来一个 好顶部也是一样 这就像我们说的黄山的那种 这种松树一样的 长短都能错落 好了 这个上方我们还要给它出一些小质 这个枝你出的差不多就行 下面我们还加松震叶子对吧 但松片画的没有那么的形象 它不像我们之前画的那些松树一样 画的好像特别的丰富 是不是 它这个就是直接是墨块堆叠出来的 堆叠出来 这棵树加强它两座山峰的一个联系 两个山峰的一个联系 它是一个用的很重的一个墨色 映衬出来 好画了这之后 我们开始要跟它点上这个树的这个上面的 笔出了 直接是点 注意整个树冠的姿态 它这些用笔 你即便 即便是再灵活 它也是跟着树冠的一个姿态走的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也不用跑太偏 它主要是插出来的 插出来的 用笔它灵活一点点 在这个树干上方 整个树的这个顶部 它这个底 点的这个叶片 它相对丰富 不要点的太散乱 好 再来一片一片的往下面走 点的时候有些笔出可能是横着来上一些 来上一些 它的整个树冠你看起来自然形象就可以了 对不对 顶部可能的这个流的白点没有那么的多 所以你再跟它点的隐约一点 再跟它点的丰满一点点 好 这块我们画到这里 左侧 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你们画出来没有 在这棵树后方其实还有一棵树对吧 还有一棵树这个树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形象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 种墨这个树的姿态给它点出来之后 一会再来染 因为你染完了之后我们要等很久才能 可能才能干对吧 因为湿的特别透的话就不容易干了 在岩石的边角 还是在点点的它 注意它一个书面的关系 笔出呢 或长或短 包括在这个岩石的边角 我们需要来一点重膜 给它压下去 好侧面 左侧那点的这个笔出呢 它相对没有右侧这么的浓重 对吧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水分 还有这块如果没有干我们就稍微等一等 稍微的等一等 OK这块我们先给它点到这 顶部还没有给它点特别多 稍微的来三级别 再跟我们之前画的岩石点 它一点是不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有些地方呢 它像一棵树的姿态呢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姿态 外在的形象 其他的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 区别了 好是这一次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右边下边去叠加这些笔出 没干的地方我们就稍微等一下吧 没干的地方 包括这个树的根部这块 来一些杂草不可能让那个树干看起来这么的明确 对不对 点上一点 下面其实也要点的 点到墨色干了之后再去 好现在这颗大主要的这个山峰上面 我们再来继续下面刻画 比如说这块石头上方 它也是一些重模 也是意向的 表现到这个像树啊 一些杂草植被等等 在这个上方 因为这个山的它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圆啊 就通过这种大体的一个黑色的一个简影的一个形式啊 来表现它的一个姿态就行 如果像这么远的这个山 这个你给它刻画一定的细节的话 细节太突突出的话那就 不太合适啊 因为整个画面它是一种特别概括的一种视野啊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之前说的过我们说有叶的呢 这种枝呢 它就画的柔一点点 没有叶的呢 我们说无叶者这个枝印的这个没有叶子的枝杆 我们就画的稍微的印一点 现在在岩石交叠这个位置呢 再加重墨色啊 这个山头啊 凹下去的地方 你即便是可能画出的画面的效果啊 不是特别的完整 那你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一个 就当你今天练习调墨色了啊 就像调墨调和墨色的一个过程 不能点的太锁 所以好一定要把握出它这个节奏感啊 书面的关系边讲的稍微舒朗一点点 你要注意它点的这个姿态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啊 这样的话看起来你可能才能把它点的更加的准确 比如像这地方 我给它稍微来一个枝 是不是啊 来一个枝 然后呢给它点走一个错落一下 像我们之前好像画的那种小数一样 对吧 在这个时候它表现的就不是小数了 啊 就是表现的成牌成林的那种圆境的大数 好 右侧你看在点的时候 墨色越往后面走啊 它相对的要大一点啊 相对的大一点 有个地方我们来稍微给它来一点就是我们比较酷比较浓一点的这个更加 出更加这个什么呢 浓重比较干枯的墨色在我们之前春差过的地方呢 跟它带上一点这个着一点的笔触啊 这个这个笔触呢 画的不用特别的多啊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让用笔上啊 你可以连转一点点在上面啊 就是稍微的灵活一些 你要实在不知道怎么去灵活 那你就明显的笔触呢 你就勾勒几笔在上面 不太明显的 那你就省略掉啊 就省略掉 课点不成是吗 这个树你不会画是吧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来我在这给大家大体的说一下这棵树啊 这个树干 至少树干是吧 跟之前我们第24节课勾的那个树干是一样的 跟我们之前勾树也是一样嘛 只不过粗了一点点 大的转折的时候 左右 基本上给它粗一些啊 明显一点的这个枝啊 树稍呢 它稍微的这个 要偏窄一点点 就是 叶片呢 没有那么的多 形成大概的一个树的一个姿态 好 上面主要是同学可能在乎的是他一个点 那点同样就是我们说注意一个 注意一个树干的姿态整体的一个姿态你去点就行了 边角不要画的特别的平整 是不是 兼顾一定的疏密的高低的节奏 好下面这一层给它接回来 底部 你这就是这样去点的 就这样去点 有地方我们可能画的没有比咱们这个呢 还要这个再随性一点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具体 对不对 平整一点 里面你要注意它那个流出的白点吗 挡住了是吧 来大体的说一下 好再往后面也是一样一层层的这样去点出来 就是注意一个树干整体的一个姿态 这个时候墨色层次都很少 墨色层次都很少 然后往下面点的时候你可以来上这张横向的笔触就行 这像不像一棵树的这么一个剪影吗 对不对 就是一个剪影 你点出来要形象一些就行了 对它造型 一个把握 这是大体的一个树 好 我要继续往下面画了 继续往下面画 这边角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地方 我就不多说了 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岩石里边 适当的点上一些胎点 适当的点上胎点 这个胎点和我们的岩石 它要有一定的融合 别让它特别的跳跃 好右侧在岩石结构大体 大体转折的地方 我们还是点的胎点 墨色层次的相对都要比较厚重 墨色都要比较跳跃 跟之前点胎点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些地方我们要兼顾它一下形态 甚至稍微的带上几笔吸线出来 就像杂叶的一些小的植被 这都词穷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反反复复重复的再加 重复的再加 好这一块还可能墨色还要浓重一点 点的也要密集一些 所以就给它稍微的再加一点 有些可以你适当的带上一些 像我们说的成牌成林的那种小说的枝干 是吧 它也是可以的 丰富 丰富 咱们的这个 画面效果都是可以 都可取 不要吵架 好好的学 好好的学 那些都是这样的课后再解决 底部我们开始画最底下了 这出大的岩石了 画下面的这出岩石了 如果没有干你就稍微的等一等 然后用比较重一点的墨色 把右下角这出岩石 它是像走向右上倾斜的 从我们刚刚定的岩石就底部 留出大约一掌多一点的高度位置 然后整个画多高呢 你竖起来一掌 你手又多高 你就画多高 好吧 你大小也差不了特别多 左下右上 然后我们把石头的一个轮廓 是吧 也是方方折折的一个线条 给它勾勒出来 然后分层 分多少层呢 分多少层 12这再画一层小的下来 线条相对要粗重一些 好好画画 好好画画 不要吵 接回来 一层一层的 你少画几层也行 但是要宽窄高低大小 这种解决的错落 都要在里面 好 这块先画到这儿 边角可以跟它有些地方 春擦的重一点 再往下面来 前后交叠 带上一些墨色 春擦 它区分它的阴眼 相比跟之前是不是一样的 像是在插 但是你呀 颤抖的略微来一点笔触 对不对 这样的话笔触就不显得那么的平板了 顶部呢 它墨色相对偏重 偏重一点 其他地方的墨色 开始有一定的渐变 好 这块我们先画到这儿 两块岩石之间交叠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跟它来一点稍微重一点的墨色 刚刚是不是在前面已经擦过一次了 就像它这两扇之间一样 这块还是用的比较淡 水轻燃一下 好 再往上面画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逐渐又去塑造它这个云了 所以这个云的感受了 用淡漠还是要用淡漠来春擦出这个云 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个树化了 不然的话用会干不了 适当的点上一些 小笔规 小笔触 不要太碎 节奏注意到了 在转角的位置对吧 右侧边角呢 也来上一点 但是 它的这种书面的节奏 要把控一下 边角啊 它都显得比较松水 好 这一侧 云的旁边也要来上一些笔触了 好 稍微的存差一点 安静的把这张画给它跟下来 大家都肯定会有一个进步 肯定都会有一个进步 心态放松 放松 不要太特别拘谨 不要在乎说某个细节 好像不是你所想要的那样 大块的这种笔触往下面论 嗯 先擦一下 这样留白啊 不用这么的强烈 这么的跳跃 好 竖子跟它来一些结构 好 这是右下角 右下角 这一块 上面再跟它点上一些小的笔触 小笔触 好整个30 这块30下半部分 我们还没有给它加一项一些小的笔触呢 结构交代的地方 这块点的肯定就没有这边那么的多 是吧 这个行笔的笔触 就是这张众模 它相对要少 相对要少一点 点上一些 这一块 这个松树上方这个30的右左侧 左侧 跟它点上一点 你把这几处大的 画面啊 我们把它给 解决了 后面的就很快啊 后面就很快了 不用着急哈 不用着急 其实这个 写一会儿 其实它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好像很快就完成了 对吧 大写一可能是那样啊 当然有些局部的细节处理的时候 它也会处理的特别惊喜 因为这块呢 处理的好像有点碎 一会儿我们要把后面再给它加重 加重了 看一下就没那么那么碎了 好 这块岩石的底部 侧面右侧 点点点点点 好了 我们这块先画到这里 先画到这里 然后下面再干一点往里面去染 然后我们把右侧 右侧这些地方 我们该把一些枯墨 这个云的一个感觉 塑造出来 就给它塑造出来 用淡墨枯笔 是不是 来一回的在调和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这个墨色变化的没那么快 你可以换一支笔 可以换一支笔 好了不要再聊了 赶紧换 已经进入课堂的后半段了 给它先擦出这个形态 擦完了之后再用墨色去染 位于咱们的山头的 山峰的附近 对吧 位于右下角 右下角我们还得再跟它来一点 适当的给它春擦春擦 画一点云雾 你可以接到边角上去 形态上不一定特别的规整 往上方过渡 底部一会儿还是让它偏重 是吧 让它偏重 你看这块已经干了 干了之后一会儿还可以再加 再加 可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追求这种水分的 这种淋漓的这种效果 我们往往会准备一个喷壶 它一定不让它干 干了又跟它再加点水 这样的话它效果才能出现的更好 比如说这底部 紧括延时的底部 我们都要用弹幕给它再擦一擦 好顶部稍微再来上一点 好再往上面走 擦了一遍 我还没有怎么太多的染 可以带上一些 淡漠染在里面 水分时候大 把我们之前 就是春擦的形态跟它染得 更加的清润 一会儿底部还要跟它加些 层次 让这个云的染得更加的丰富一点 好远上这个山头 中心线附近 我们又来擦一波云出来 这块就画的比较大了 可以往纸张的边缘上来生一些 这样的话 它是在弥补画面的一个构图 如果说你这块 你用你这块没有这些笔触的话 它就容易显得空了 好这种淡漠 你可以把往岩石的底部扫上一些 对不对 扫上一些 让它墨色轻润 墨色的变化更加浑厚统一 好稍微的加一点淡漠 行了 不要再聊了 加一点重一点的 相对重一点的 在咱们的岩石的底部 把这个云朵的底部 给它再染一层 等它没干的时候 一会还可以再跟它加一加 注意它的形态 你多观察一下 好这一侧 你的膜太重了 都烂了是吧 还有我们之前经常给大家讲到一句话 我们就是说远数它在无知 就像这些数 就是一种远处的小数它是无知 那我们说远处的石头 远山它就没有这种石头了 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石头了 好开始挖远山了 前面可能云雾的处理 我们一会还要回过头来再加 前面这上方 我们拿着云雾跟它再插上一点 画面的走着 左上角 我们先把中间 它两扇之间这个模式 先给它戴上 不然一会给忘了 用咱们盘这里 你看蛋抹 这种蛋抹 然后侧风 直接给它插在里面 插一点 你不必说完全是跟它染上一遍 先给它擦一遍之后一会儿 让它干一点之后再去染 这样的话显得画面里边它有一定的笔触 相对的丰富一些 有时候画面太平整的 也平整是必要的 但是里边多一些小变化 看起来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好 山头这一侧 我们也跟它来上一点 在高山没有云雾做陪伴 它就显得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什么 伟岸了 也不是那么的神秘了 也不那么个不够美感了 好这些山石的底部 山石的底部 咱们的云朵的底部 云朵的底部 用众末再跟它稍微的染上一些 稍微的染上一些 不用全都染 断断续续的跟它来上一些众末 好底部这一块 刚刚我们染了 对吧 现在它干的时候半干未干 又来上一些笔出 今天不脱糖 别在这吹 要吹又该挨骂了 好 你继续 上面左上角我们开始了 这个云雾的形态 它可能你在画的时候 你要让它看起来边角 不要那么的齐平 还是反复的强调它的一个特征 墨色的层次一定要淡 现在可能水分打湿了之后 你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再干一点之后 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们先把左上角山峰大概这个位置 给大家圈出来 这一块 这一块给它圈出来 你们一会儿就跟着我把这块画出来 可以用大笔插匀 匀你可以用大一点的笔来插 我现在开始画这个山头了 这就是几笔众模 就几笔众模 大概为什么位置 位于咱们下面这个山峰对过来 就是它的最低点 最低点 然后在高大约4个手指左右 高低这种错落 一笔 然后两笔三笔 然后边角这一块它墨色相对的重一些 对吧 但你看这块就是一个我们说的破墨的 这种笔法了 这种墨法 就是一远处的山峰 对吧 我们说进取其至远取其适 是不是又在这些画面当中得到一个很明好 很好的一个印象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画这个山峰 可以让它再高一些 直接是凭着侧峰的来的 好大师傅咋拍照 今天你截不了屏 截不了屏 我会拖着给大家看两眼 拖着给大家看两眼 画淡一些可以吗 可以 相对的淡 这个淡都是相对的 如果再换一只笔 我也换一只大一点的笔 好 好 这个云山头的底部 你看都是接的云雾 是不是 好 边角不要太齐平了 再往右侧来一点 高低起伏 接到质量的边缘上去 接到边缘上去 把这块带上一笔 平整一些 这个山头 好山头底部再染 再染 这个山 这个山峰 我们这个云 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种染法 就在这个山峰的底部 再这样反复的去染 这个就是加强它的空间 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彩末是吧 有同学喜欢 你可以再靠自己去试一试 它也是在云朵底部 是吧 一些相对重的地方 在这样没干的情况下 再去给它做这种染 把它层次给它做强 视觉效果得到 我们说得到更好的一个表达 这就是我们说对空间的一种塑造 但是你要注意了 你要塑造的不好 画面就容易熟气 熟气 你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审美 再提高一些 然后不同的画面 你一定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控制 像我们上一期就是带在学员里边 一位也是很成熟的一位画家了 他也来到我们的大棚 当然他在我们的这个山学课堂上面 也教了一些作业 教的都是他这些采摩的作品 叫大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学知道 好 这个山峰的底部以及它顶部 你看我们都会扫上一些 就这样往上面带 往上面带 虚一点的笔触 好 这块我们先画的这 先画的这 然后等一会再做一点的调整 好 这下左侧 然后再往右侧走 右上角 如果有同学没有跟上 你就先看 你就先看上 不要焦躁 这个东西应该是画起来更加的倡议一些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如果说你画起来特别让你难受 这个是不大对的 不大对 但有时候我们说要有一个突破提高的时候 前期往往会有一个我们说挣扎的一个瓶颈 好 画这个远山 这个远山它山峰比较高 是吧 从顶部 我们画了一个最高的点 先这样去画 把山头给它画下来 好 你看山头 用的是一个众墨偏淡一点点的 好下方你看我们前方你看画的笔墨它不是特别的明显 你都不知道大概就是一个山峰的造型就行了 然后下面在不断去接的笔触的时候 就注意我们说细节以及笔墨的这种味道了 线条 对不对 造型 好在画的时候整体的墨色你看它都比前面要淡很多了 对不对 行笔的速度不要太快 它容易把你的线条画得特别的飘 那就不太好看了 一大触山峰也是高离错了宽窄的这种表达吗 好 接下来 宽宽窄窄的节节奏感 一定要强调了强调了很多遍 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吴冠中 他的画面虽然可能画的 跟我们现在画的这样视觉效果差别很大 但是他的一些我们说论断的 对我们中国画的一些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本来就是油画国画他都画 但是就是我说他是一个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过 他是一个响于中外的一位 大师了 像我们之前说的 林峰绵他的三位大徒弟 都是非常优秀的 朱德群还有赵无极这几个人 然后像以吴冠中为首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形式主义的这么一种 绘画的风貌 好 这里边还是有一些跳跃性的一些重墨在里面 这是相对的一个重墨 给他说到这里 然后边角给他接回来 顶部偏实底部偏虚 我们画远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几个点 好 然后山峰也是一样 画这样的层 不同的层次 我们也要跟他做一点的区分 前后焦底的地方 给他轮比给他春擦出来 有些地方可能比较明显 像前方的这个量的对比比比较明显 远处就让他隐约一些 隐约一些 好往底部画的时候 他默色就再虚 默色不要太实 然后下面接的云气他非常的多 这一块先画这儿然后画一个山峰的风头 对吧 对吧 接回来 接回来 这是远处的一些山峰的比较重一点的墨色 好 这是远处的一些山峰的比较重一点的墨色 好 远向右侧也是一样 这会儿你不用画的特别明显的一些春擦的线条 用大笔处 这样去春擦 概括一点 好强调这个山峰的一个姿态 有些山峰高一点 再高一点 那些墨色就淡一些了 有高低这种层次的一个错落 再往边角走 边角走 也是顶部偏实底部偏虚对吧 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没有变化 好 春擦适当的春擦出来 后面隐约一点点 不用偷画的特别的明显 底部该平整的地方当然也要给它平整好 好 现在底部 山峰的底部 我们要跟它接这个云 原物的感觉 底部也是一样 这个大的山峰的底部接上去 高高低低的正错落 和我们插的时候 你这个墨色的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延时 它要衔接好 同学我们今天下午点评作业的 就给大家说到了 不要让它看起来太跳远 好 左侧也是稍微平均的 让它过一过 左右两边要跟它有定的连接 让这个云物 让这个云物 好 左侧也是稍微平均的 把笔处的放倒 你看我现在就这边平着 侧着拿这个笔了 这时候细节 细节处理好了 画面效果它就会更加的明确 就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 把这些地方 你看还是要在底部 再继续重复 刚刚之前给大家说到的那些点 给它加重了 然后弹幕呢就往上面去衔接 好地步 好 我们先把这块先画到这里 可能很多同学在这一块跟不上了 希望你们还是尽可能跟着 把这一幅画给它表现出来 即便你以后不画这个纯水墨的 对你以后调和墨色 我们说 画的其他的画面 都是一个打下基础的一个 一个画面的表现 跟上了是吧 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行 这块先画到这儿 然后其他地方的这种弹幕一会儿 我们可以再跟它加 好 我们开始画最远处的山峰了 这个山峰在画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画用颜色表达的这种是不是一样的 把山头大体的一个姿态给它画出来 先从最远处开始画 顶部偏实 这样把笔这样搓着来 对吧 这样的话上面都偏 偏实一点点 下面都偏虚一些 好高低平整不一样 但这个稍微有点重了 这个稍微有点重了 好这一块 平稳过度 用水都比较大 这个时候要是笔出大一点就好了 这个时候画这种比较概括的东西的时候 要尽量选择用笔再出扩一些 好 清晰的这个山石要高低的那种错落 不要让它看起来就是我们说特别的齐平 不太合适 边角也不要给它画的太碎 好 好了 那我们这块呢 快给它画出来了 下面在高低的这种错落接回来 它稍微有点衔接是吧 两三之间 下面就是云雾了 云雾 好 底部 在这种山石的底部 擦一擦 适量的给它高低的错落 云雾的整体的墨色都要淡 都要淡 水压现在可以稍微的大一些 中间这一块你不可能留出这么空旷的一个面积 对吧 我们边角在往下面走的过程当中 逐渐的把这个云雾呢给它渗透一点点下来 好这一块也跟它平整的来上一支笔 这个云的感觉 这个云呢你可以刻画的更加的丰富哈 我们说了你刻后自己还可以再去 逐渐的去给它叠加 好 在它底部 我们适当的给它加一些 一定的区分的 好了这幅 比较厚重的水墨的山水是吧 就给它画出来了 好这块稍微空一点的地方 你们看落款的时候我们可以落一些 相对就是长一点的字体可以稍微的再大一点点 对吧这样去落款也行 你如果上面的画的比较薄满了之后 你为了不让咱们的气口给堵住 你可以在咱们的左下角 画面的左下角去给它落长款 落长款都行 都给它衔接上 边角还是要给它直拉开 直拉直拉直拉的 不知道你们的近况怎么样 同学们 坚持就是胜利 现在画的尺幅也是差不多大小 当然是画了一张浅降的 可能同学们要更喜欢一些 更喜欢一点 好侧面稍微的来上一点 插出来 交作业肯定是拍大图片 拍大图片 好云层我们 再可以再跟它继续染一染 画完了就好 看来速度比我快 我比较慢了 好下面的这些云屋 你们都还可以再跟它进行处理 可以让它处理的更加的深厚 姿态可以更加的丰富 墨色的层次更加的厚重一些 发愁着嘛 好下面再来一点 底部没有如果干了你就再把它浸湿一点 用淡一点的墨色再跟它浸湿 然后再给它染上一些重一点的墨色 相对重一点的 小一点你容易把你只要能把控好都没问题 这个不在大小 就在你的墨色的表达 我们今天说稍微的就是放开一点 就是有一个大一点的尺幅让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好 有些地方你看我们这些白点的太细碎了 我们就给它用淡墨 淡的像水一样的墨 淡墨给它稍微的清染一下 清染一下 这种画你要不断就画越大 你画一会就站远了去看 站远了去看 我们直播今天条件有限 我也没办法给你站远了去画了 站远了去画的话同学们可能 要疯掉就不知道 好下面这些云都还可以再继续去添加 再去去添加 而且尽量就是你画的有些要求形态比较完整的地方 你就要稍微的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不然的话它这个差别就 就是我们说什么的 就已经破坏了 就已经破坏之前的形态了 从下往上 清润的这种笔触 扫上一些 上下的寸法是吧 可以 我先把这块给你们先给弄完 弄一副相对完整的画面 其实我们比如说一张 就达到比如说我们说达到拿出去卖的这么一种画面效果 这么说有点太太那什么了 我们就这样比喻 那这张画其实还可以再给它 再给它多加几个层次 现在只是画出了一个打底的效果 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三式的侧面 开始画的时候都很有信心 画的最后都没信心了是吧 要一直要有信心 即便你可能现在画出的效果 不尽人意 这都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你想想你们画画 就是我们说按时间算 按小时算 你算一算 你接触的时间的长短 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的肯定是在通过各种 条件是压缩了 就是压缩了一些 我们说在学习上的一些成本 可能相对要快一点 但是你也不能太超 太操作过急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把这些东西系统的 统筹出来之后 学习起来可能相对 会轻松一些 进步更快 露个头 没信心了再画了 好了9点了 不要来回的出入咱们的直播间 底部我再给它稍微的存在 擦上一些 露个头露不了 好咱们头在摄像头在头上 对着急没用 一点点的来 你即便可能延时 可能塑造的不太好 你课后可以再局部的再画一画 还有同学可能是我们说云没有塑造好 对吧 你课后再去多塑造 塑造最快摘对吧 然后画面尺幅大一点 造型要简略一些 你画起来都会比较舒适 就要倡议一些 这就是我们水墨 就是血液最吸引人的地方 画的人他很开心 然后在观看的人的时候 他往往你画好了 往往也让人很开心 他会很震撼人很感染人 好底部我们都统一的 再用弹幕给他染一下 好这个层次就可以再加强一些 好底部的这些留白 我们都跟他隐约下去 这个没法干干了 干了效果他要更加的轻 轻一点 然后也更融合一些 不用盖章吗 可以盖章 我没有盖 没有盖 是哪里人 南方的 南方的 好我就大概给同学们拖着 给大家看一下 大体的一个视觉效果 好 然后我就把这张画就先拿走 给大家说一些局部的问题 从下向上 我这个 粘了这个 从上向下逐渐就拖着走 下面的原物一定要有一些姿态 一些形象上的变化 然后再往下面来 再往下面来 不是纯水墨就不用盖章 我只是没盖章而已 因为这张画比较大 我没有这么大的章 再往后面来 好 再往下面一点一点的拖着看 水没干 你看不出效果来 哎呀 好 这是大体的一个视觉效果 好了 要截图是吗 那你上半部分你截吧 好 上半部分 不会画 画完了你才说这么一句话 太气人了 你有没有画 从一点点的左手 你即便是照一葫芦画瓢 你多少也能感受到一点 咱们在展云的时候 他今天这张画 干尸都在用 石头这种粗糙的东西 我们这个什么 枯比肯定要躲 扯破了 看吧 这水打湿了之后 你看用劲一定要轻一点 不然的话 纸就容易扯破 我这个镜头只能这么大了 你大概截一个就行了 什么样的水平 能打算卖画的水平 你应该说 这个画不好说 你画面相对成熟 只要有人喜欢 这个镜头卖得出去 不一定说你们画的好 就一定能卖出去 你比如说这样 樊高他画的挺好的 但是他这种审美的方式 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 就是当代的那种审美的时候 他也会很没落的 学多久能达到卖画的水平 你画度 我刚刚给 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个要看机缘 再一个就是你要有市场 你要有市场 就是有人买你的画 你像不是像我 像有些人 比如说一般我们是 不是说 又说我们 一般是接到单子之后 再给他画 因为画画一般是我们说是定制的一个感觉 再一个 可能有时候你画的一些画 练手的一些画 有人要的话 你也可以卖 当然这个价格根据你自己的 来 来这个什么 来计算 我们中国画卖画 往往是按平尺算 这种是按艺术品价格 艺术品价格 就是按平尺 一平尺就是33乘以3 大概是33乘以33这么一个大小 然后 听不到我说话吗 然后 就是我们说一平尺是多少钱 然后这张画大概多大 按这样去算 你有些画可能是按商品画去算的话 就是一张画到底多少钱 对吧 然后你按艺术品的价值来算的话 它肯定要高一些 好 我现在把这个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来给你们说一下问题 有同学 衣葫萝花瓢还是跟下来对吧 这就是好样的 刚刚有同学说的是啥 我看一下你们说的啥 对革命尚未成功 同学同志们仍需努力 我们最后几节课了 这几张画要大一点 大一点的画给人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米点春感觉米点春较多 就是一种横着的笔触 刚刚说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不在乎什么春法 最开始是大家以这些技法入手 点线面的笔法在表达 在画面的时候 你要能灵活的运用 画面整个偏干的模式 还有啥 问到什么问题来在刚刚 云屋画不好是吗 你看它的形态 你看看我们刚说了 这个形态什么样子的 你看边角 我给它支拉的插一些出来 好 画完的同学可以走了 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先撤了 如果有 如果想要问问题的同学 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出来 卖的话就看人家需要了 你可以写字 不是说不写 你可以不落款 但是可以把字写上 名字时间等等 一些我们说急语等等 都可以把它写上 好 上半部分是过渡 逐渐由下往上 是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 这是整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有些地方也会有一些跳跃的墨脸 把这块画出来 擦出它的形态了 用弹幕给它染 给它染 给它染 边角给它还是要 不要它看起来太平整 这就是云雾的一种处理 然后往上面走的时候 也是这样去过渡 然后等它这点做到之后 底部我们再用墨色 再来给它清染一遍 清润的染一染 是吧 让上下这墨色层次 它更加的明确 在有些地方 你看我们再加重一点墨色边缘 它就像云雾的边缘的这种层次了 前后这种深远的一种层次 现在什么代表性画家都有 现代你要说的是这种 我们说的像采摩的这种比较偏行画的 或者说我不能这么说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也喜欢 我这么说可能就伤害到人家了 这个就看自己的喜欢 其实往往给它定义的是这样 因为这种画特别走市场 很多人愿意去买 你比如说学术上的这种水墨的一些大画家 比如说国美教授张古明对吧 还有包括像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何嘉林 这些的都是当代的一些一线的艺术家 大家 他们经常就比如说我们在画院的 偶尔可能见到一面对吧 上下的村法对吧 对我刚刚有同学说了对吧 来给你说一下 比如说贾佑福这些人 还包括像姚明金等等 林荣生 这是当代的这些都是学院派的 我说的都是 好 比如说这块山石 我们给它勾勒 这个大概的一个形态出来 大概的勾勒一块原始的一个形态 好 高低的这种错落 然后我们要开始跟它里面去塑造 对吧 给它里面去塑造 在塑造的时候 我们说往往是一种村叉的笔触 区分它前后一个结构 对不对 这会儿村叉的墨色 你看是不是相对要淡一点点 而且要枯浊一些 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一个层次 你看下面往下面走的时候 笔就跟它压得下去一点 好略微颤抖一点 这个是怎么颤抖出来的 看好了从上往下 稍微的跳跃一下 跳跃一下 或者是断开一点点 对不对 就可以画出来了 当然这个不要所有的地方 都画成这样的笔触 这是一种处理的手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改变 好 它现在只是我们保证的 就是一个区分 它的一个印象相比 同时让墨色看起来更加的厚重 更加的厚重 云雾要长短不一样吗 那肯定的 他你云雾本来他就姿态上就比较 那什么就比较自由 对不对 好前面这块 你看同样也跟它适当的 给它吞插一下 让它看起来厚重一些 对不对 就是看你再把MOS层次 能够把控的怎么样 好底部这块 我可以再跟它融合一些 笔触你看 不用让它显得那么的明确 你看这样就润一点点了 里面还是有一些灼的地方 好侧面再跟它带上一些笔触 这就是塑造春擦岩石前方 这些岩石的一种表达 而顶部你看所谓的留白 不要让它一样留的都一样了 我和造型比较简单 这个造型就上面的留白 它肯定是有一些突出的地方 对吧 不要拿所谓的都留白一样 这个层次它就显得比较孤立 就像的呆板 没有变化 不够丰富 好 这就是岩石的这种塑造 大概的一个塑造 这种塑造是比较简略的 可能有些画家 它里边可能也跟着岩石的结构 它造型很复杂 很复杂 那都可以跟着岩石结构线 比如说用披麻村 如果画面比较繁琐的 用解锁对不对 这种笔法都可以 都可以去添加 然后添加的来 你看 黎熊才对吧 他的画面里面 那些笔法各种角度 在里边搓揉 这样去远转 这样去画的笔触 很多 他的很多 这个画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即便是可能 看到比如说案例是这样去画的 如果我们说参考了某个名家的作品 这样去画 对吧 他可能很多笔法是这样的 揉来揉去的 转来转去的 但我们肯定也会不会让这样去画 你刚开始 大家可能就觉得新奇 这样去能画的好 感觉好 好 那个什么 好什么 其实你画出来 你画不出来那种效果 你达不到那种笔意 体现不到 体会不到那种整体画面的控制 对不对 那就画面感觉就不太好了 对吧 那种岩石你在画的时候 你看都可以这样去给它揉 对吧 各种角度的用笔 对吧 你能控制住他整体的墨色的 这种表达 是不是 云雾的画法 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点你自己看一下回放 以后我可能也不会给大家再这么多讲了 云雾就是我们说形态 你自己把它插出来之后 淡漠去染 再说一遍 这样去插去染 插去 插一插 染一染 插出云雾的一个形态 边角不要齐平 然后再去 再去什么 再去什么 染一染 染平整一些 染平整一些底部 再给它染重一点的墨色 重一点的墨色 边角可以偶尔出现一点 比如说平整一点的重墨 对不对 然后等它干了 逐渐把这个层次再给它再添加 让这个过度更加自然 上面偏大 底部偏重 形态根据你自己的画面去定 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画就说到这里 大家早点休息 像这种用笔的话 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创作里边 会用到 对不对 更加灵活洒脱 看起来好牛 那个不是 不是评价的一个标准 那是画家个人形成的一种风格 好吧 同学们再见了 下集课我们再见 今天这节课我们讲的很少 但是希望同学们都能感受到 我们这 这种水墨淋漓的这种水墨酣畅的一种表达 即便可能画得再不如意 你要坚持的走一遍 走一遍 我相信同学们多少有些新的感受 好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集可再见了 记得把自己的工具准备好 记得提交作业 晚安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